家长会上,我装笼子,拿耳机挡住听气 没想到学校主任竟然是我高中暗恋的男生 酒店的床上,他以为我听不见 在我耳边哭着说了无数次 晚晚,我喜欢你,十年了 订阅恋恋推文,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证文现在开始 坐窗边的那位家长,把耳机拿下来 还是尊重一下老师吧 我愣了一下 周围的其他家长开始议论纷纷,说我没家教 我摸着耳朵上的东西 抱歉,听不见 班主任的语气感觉要发飙 听不见就把耳机拿下来 我们做这些都是为了孩子的未来 你是下年的姐姐吧 你弟弟这次才考180分,倒数第一 我算是看出来了,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看着你们就知道你们爸妈没什么用 我疼了一下红了眼,无措地摘下耳朵上的东西 语气带着浓浓的哭腔 老师,这是助听器 班主任刚才的嚣张气焰烟消云散 人家是真笼子啊,刚才说的话太过分了吧 这就是现在老师的教学素养 我看,班主任爸妈也是个尖酸刻薄的 当着我们的面就这么说了 私底下不是骂得更脏 我缓缓坐下 表面委屈的不行 心里嘴角都要扬到天花板上了 你们一个家长会一开 就是连着三个小时跟坐牢一样 我戴个耳机,做自己的事情还不可以了 早听我弟说 这个班主任喜欢给每个学生打标签 今日一见这批,果然非同反响 末了 班主任准备让年级主任来说话 我起身再次跟他道歉 他敷衍了一句,臭着脸离开 门外,我弟跟我比了个OK的手势 就凭这个班主任刚才的那几句话 再加上我弟平时跟班上同学收集的语音 够他下岗回家挖泥巴了 我心情愉悦 台眸却看见了这辈子都没想到会再遇见的人 讲台上的男人穿了件白衬衫 严丝合缝却处处透出禁欲感 直挺过分的鼻梁上夹着一副银丝矿眼镜 视线透过镜片落在我身上 唇角微微勾起 各位家长你们好 我是高三年级的主任 江北川 整个家长会后面的过程我都感觉灵魂在教室里飘荡 而这,多半有江北川时不时冲我笑的功劳 一结束,我猫着腰想迅速离开 却听见那疏离淡漠的男生 下念的家长留一下 我本来都要从后门出去了 脚硬生生被叫了回来 江北川朝我笑 来办公室一趟 这句话的冲击力丝毫不亚于高中时期模拟测试后 班主任办公室一日游的威力 我弟这个傻乐呵呵的 还听他的话领着我去办公室 丝毫不知道 要遭罪了 不过,当时的情书送错了 江北川,应该不知道我喜欢过他吧 姐,你真牛批 知不知道我们全校都是江主任的粉丝 我呵呵一笑 你们也是江北川的眼粉啊 怎么说话呢 我们是先钟情于江主任的才华 再沦陷于他的美貌 站在门口 我有种要英勇就义的感觉 我弟忽然扯了扯我的衣服 自责道 姐,班主任是不是骂我考倒数第一 丢了班级的脸 我很努力了 是不是就像他说的 高考失败了 我的人生就乱完了 夏念一直都是热情张扬的 很少露出这样灰色的表情 我深吸一口气 拍拍他的肩膀 好成绩 好大学 好工作 这是很多人认为的成功 但夏念 这些看似成功的人 可能会看不起社会底层的人 觉得他们傻 他们不努力 我认为啊 真正的成功跟你一样 会捡起别人乱丢的垃圾 会为弱小的人发声 不去强权 会永远怀揣一颗火热滚烫的心 高考培育不出成功的人 我们的社会缺少真正成功的教育 夏念 记住 不要让成绩决定你的人生 我进门的时候 恰好那个班主任出来 瞥了我一眼 跟高傲的孔雀一样 耿着脖子 掠过我 挖苦嘲讽 白痴弟弟 还有龙子姐姐 报应 这一刻 我忽然觉得 让他滚回去挖泥巴 还是客气了 我弟的自卑心理 跟这位教师脱不了干系 进门后 里面却空无一人 窗帘被风吹得哗哗作响 江 主任 身后的门突然关上 我猛地转身 却于走过来的江北川撞上 身体向后倾斜 他拉住我的手 将我一把抱了回来 他摘了眼镜 松开了两颗衬衫扣子 袖子也挽了上去 露出线条 流畅结实的小臂 与我目光相对的一瞬间 他不闪不闭 极具侵略性的视线 将我吓了一跳 我赶忙推开他 这样的场景 怎么 很像在玩什么情趣play 年级主任跟学生家长 要我命了 温热的指腹 触碰到我的耳垂 我向后退了三四步 半坐在了办公室的桌子上 作业本被我差点推翻 江北川眼眸暗了暗 性感的喉结上下滚动 语气尖色 助听器 我不在的这些年 怎么把自己搞成了这样 我差点心机梗死 江北川不是全校的高冷男什么 夏年不刚才说 他在学校很冷漠 很生人无尽吗 还好后续他恢复了正常 我松了口气 全当他刚才只是对弱势群体的关心 以帮我弟提升成绩为由 江北川加了我的微信 加上的第一句就是 周六同学聚会 你去吗 刚进包厢 就看见C位的洛池跟校花 在喝娇杯酒 洛池家里很有钱 是个富二代 当初我给江北川写的情书 就是错送给了他 看见江北川 众人立马视线调转 还带了漂亮女朋友啊 听说北川哥放弃 国外年薪几百万的教授工作 来在咱们省最牛逼的六中 做高三年级主任了呀 当时我看北川哥那气质啊 就知道跟我们这些人不一样的 我挽着江北川的手 想要松开 却被他抓住 他没看我 帮我拉开座椅 让我坐到了他身边 一道炙热的视线落在我身上 是洛池 那眼神像是在看着自己的猎物 让我很不舒服 哎 夏飞晚怎么还没来呀 我正愣住 也对 高中时的我一心只有学习 又黑又胖 跟现在的自己 确实判若两人 我刚想开口 却听到校花讥讽的声音 当初送情书给洛池 被拒绝了 估计怕丢人 不敢来 江北川冷冷地瞥了我一眼 像是在生气 算了 反正他来不来都一样 咱们几个主角来了就成 他当初还半夜三更去厕所 看书学习 笑死了 满脸逗逗 我看着都吓人 现在估计也没有人敢要他吧 又不聪明 还死将 不知不觉 指甲掐尽了掌心 我很早就知道 自己并不聪明 所以拼了命地学 不喝水 就不会想去厕所 靠在墙上两点睡 五点起 第一个冲进食堂 第一个进教室 据说 他现在在联合国工作 江北川话音落地 全场人都静默了 我扭头看他 没想到他会帮我说话 细长的手指 玩弄着我的发丝 江北川神色慵懒地看着我 姿态放松 我没说错吧 夏飞碗 洛池手指轻轻敲击餐具 江北川 开什么玩笑 这大美女 怎么能是夏飞碗那个土妞 不过 仔细看 五官跟夏飞碗确实很像 要是黑起来 哎 真是 当初看不出来 夏飞碗这么油污啊 不是 夏飞碗 你真在联合国工作呀 洛池盯着我 脸上的笑意越来越大 甜蜜蜜的女生引起大家的注意 飞碗 你耳朵上 是什么呀 啊 助听器 那是真正的助听器 我还没想好 该怎么跟江北川解释我不是笼子 于是 就买了一个比较大众的助听器 有人小心翼翼地问 是高考毕业后你被打造成的吗 我没有回答 算是默认 手腕忽然被江北川捏住 白皙的脖梗能看到隐约的青筋 谁打的 他眼底情绪翻涌 你 捏疼我了 江北川松开了些 却依旧不放手 我不想提那件事 没什么 都过去了 吃完饭 众人提议去唱歌 我本想走 但被众人强留下来 笑花挽着江北川的手 笑叶如花 江北川破天荒地露出温和的笑容 他俩高中时候就经常形影不离 就连老师都专门让他俩去了好几趟办公室 毕业很久后 我才从其他同学口里知道 他俩在一起过 我莫名觉得心口有些酸胀感 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没想到啊 你还有点看头 洛池那恶心的腔调让我很不舒服 想要从他手下挣脱 他却不肯放过我 屌子 装什么清纯 我都不嫌弃你是个残疾人 哎 你怎么写来着 什么要跟我一辈子是不是啊 说着 洛池就朝我靠过来 一股烟味的嘴唇就要贴上我的脸 正准备耳巴子拍过去 强有力的手就将我拽走 一拳 洛池被打趴在地 我吓猛了 江北川像是指出了逆龄的兽 你再碰他一下 试试 所有人都转头回来劝架 旁边人跟洛池说了几句什么 他竟然过来跟我道歉 但眼神像是要在江北川脸上戳出一个洞 最后一个人气冲冲地离开了 其他同学打着原厂 进了KTV 洛池其实并没有吓到我 吓到我的是江北川异常的神情 他竟然会为了我打人 修长的手指紧握住我的手 我的视线顺着转移到他的面庞 五颜六色的灯光下 江北川宛若高领之花 清敏着的薄唇透出一丝冷峻 俊美如斯 江北哥 输了呀 大冒险 必须亲吻在场的女生一分钟 不能断开呀 包厢里开着空调 江北川的离开 让我瞬间感觉到微凉的空气 周围人起哄 就知道北川哥还是忘不了白月光 高中科的CP复活了 白月光不是正确答案 是试卷本身啊 没有挑衅的眼神 笑话依然自得优雅坐在卡座上 仿佛江北川的到来是预料之中 一分钟 一分钟 大家开始催促 我与这里的氛围格格不入 因为我不想江北川跟他接吻 江北川双手撑在笑话身旁 微微弯下腰 我都能想象到 他精致脸旁轮廓在昏暗灯光下 蕴染出的一丝模糊 让人沉沦 周围爆发出尖叫声 他是我青春年少的怦然心动 青涩的仿佛未熟的果实 在明媚春日中 期盼着采摘 直到现在 心跳漠然加速 我突然冲过去 拉住他的手 只是那双黑的冰凉的毛子 江北川 我破坏了所有人的期望 江北川慢条丝里垂眸 嘴角浮现一抹玩味的笑意 怎么了 像是触电 我松开了他的手 惊讶于自己大胆的行为 江北川跟谁接吻 我凭什么管 我拿出手机 我来给你们计时 下一秒 充满笑话香水味的外套 盖在了我的头上 江北川掀起一脚 捏住我的下巴 吻了进来 我惊讶地张开了嘴 他趁机而入 他的唇角 带着很浅的笑意 耳畔是喇叭和脚踢桌子的声音 尖叫和吼声 我就知道 呀对了 给钱给钱 北川哥居然是过去拿衣服 我说的裤裆都没了 笑话姐 你他妈不争气呀 我赌了三千块呀 北川哥 看看 眼馋 是什么时候 被江北川牵到原来的位置上的 我已经不记得了 只感觉头上吹烟弯弯曲曲生气 江北川帮我整理了下注听器 又亲了我一口 声音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温柔 让我在这里等他 他走之后 同学们开始惯我喝酒 我想吐 起身去洗手间 却在拐弯 看见江北川和笑话 笑话看起来是哭过了 突然提高音量 我当初不过就是装病骗你来看我 你就跟我分手 你说你讨厌被人骗 那你能确保夏菲婉他就不会骗你吗 他掐灭了指尖的烟 漫条丝里脱了脱银矿眼镜 声音温沉 只有他不会骗我 回了包厢 我直接一口闷了两瓶 晕 头晕就好了 果然 没一会儿我就双腿打摆子 跟众人道了歉 我提包就走 还想着找机会跟江北川解释 看来这样的欺骗只会让他讨厌我 我宁愿现在离开 让江北川觉得我只是不想和他在一起 拉开门 清冷的嗓音混着室外的空气灌入我的耳朵 要走了 我N了一声 我送你 不 不用 脉脚的第一步 我就啪唧一声扶着墙倒在地上 明明我刚才还很清醒的 靠 迷迷糊糊被抱到了车上 有江北川的味道 好像在给我系安全带 他叫我名字 我N了一声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N了一声 哪里 我N了一声 回家 我N了一声 去酒店 我N了一声 江北川修长静修的手指 捏住我的后颈 乌木式的眸子 此刻含着秋水的笑意 一会儿别求饶 酒店房间 落地灯暖色的橘黄灯光 阴晕满屋 映出沙发里 两道几乎合二为一的身影 我一时清醒着 但又浑身发软 江北川的怀抱很紧 一手抚摸着我的脸 无视掉我的挣扎 一手托着我的后背 将我固定在怀里 被咬得发红的唇凑了过来 他嗓音嘶哑 带着情欲 继续 只有他 不会骗我 他为什么这么信任我 我们之间 有过什么吗 为什么 他说那句话的时候 像是带着所有的信任 可我 我要怎么告诉他 我不是故意骗他的 见我哭了 他有一瞬的清醒 道歉 以为我不愿意 江北川想要离开 我伸手揽住他细长的脖梗 颤着声音 江北川 我们坐 好不好 他摸了一会 手上结实的胸膛 有力起伏着 房间里挂钟的声音 一下一下打在我的耳膜上 江北川 像是被点燃了导火线 轻轻一带 就将我牢牢压倒在床上 似乎是怕压到我 他微微侧着 用手臂撑在两旁 闭上眼睛 吻得炽热缠绵 身体贴合在一起 我甚至看得清他脸上的细致绒毛 江北川紧张时 鹅脚轻轻直跳 呼出一口热气 情书 为什么要给落池 嗯 我抽掖着解释 是我弄错了 他似乎倾笑了一声 江北川吟诗一样 念着我的名字 折磨着我 压抑得呼吸粗重 浑身肌肉紧绷 他说 他知道 他 一直都知道 落地窗外 霓虹灯遍布 他摘下了我的助听器 低笑着 说了很多与他往常清冷形象不符的话 小声点 要把隔壁叫过来吗 没尝出味道 我再尝尝 不咬 我不骗你 用什么 嗯 说话 我控制着自己 不给予更多的反应 防止他发现 之后 他又说了很多骚话 可只是这一句 叫我心头发颤 晚晚 我喜欢你 十年了 醒来时 江北川微信给我发了条消息 试用装感受不错吗 考虑购买 成为终身VIP用户吗 心里一万个声音告诉我 快答应他 可我记得他昨晚的话 夏飞晚 答应我 不能骗我 一次也不许 不然 我会杀了你的 那时我就知道 我跟江北川 不可能的 我回复 我们的关系 到这里 就很好了 回家前 我用粉底 遮住了脖子上的痕迹 夏念放学回来 兴致勃勃 跟我聊起学校的八卦 结 我用那些材料 举报班主任了 夏念的语气颓丧 一听就是没成功 果然 他又继续说 但是校长 只是给他停止了一段时间 班主任在那所学校 已经教了十多年的书 下面盘根错节 复杂得很 我让他把那些材料 发给我 我在小破站上 算是个合格up主 今晚就把那些资料 制作成脚本 用视频的方式 发布在各个自媒体平台 我就不信 这个社会能容忍 这样的老师 心里正窝火 夏念突然说 姐 你知道我们年级将主任吧 正在淘宝 看避孕药的我 手指一顿 他今天来我们班上课 脖子上有吻痕 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夏念一脸兴奋的模样 也不知道是哪个女人 这么好运 捕获到了国民男神 我们学校好多单身女老师 都在抱怨 我想起亲吻江北川博耿时 他浑身都猛烈地颤抖了一下 嘴里闷哼出声 那声音 自己现在都能回想起来 要命 感觉自己的脑子是不良网站 随时弹出这种信息 姐 你跟江主任是高中同学 怎么不跟我说啊 你跟他熟吗 他高中怎么样啊 看着屏幕上个类的避孕药 我陷入了沉思 他 成绩永远第一 喜欢他的女孩子有很多 高中的江北川 满如神奇 清冷孤傲 墙后的家世背景 一起绝尘的分数 高不可攀 谁能想到 十年之后 我竟然会因为跟江北川的一夜情 而在网上购买避孕药 微信弹出消息 出来 我们谈谈 闺蜜失恋 领我去了牛郎店 十多个白嫩健壮的牛郎 家道欢迎 闺蜜扑进他们怀里又哭又闹 我像小鸡仔一样坐在一边 观赏史诗集秀场 闺蜜要在这里留宿 催着我快滚 别打扰他 这也不是他失恋第一次这样干了 不会发生什么 只会把那十几个南模的腹肌 用口水横扫一遍 南模店的老板送我出去 门口 黑色宾利旁依着一抹熟悉的修长身影 我心中一颤 完了 下意识躲在南模老板的身后 扯着他往反方向走 下飞完 唇后的嗓音叫着我的名字 感觉他已经走近了 我忽然有种 出来找也男人 被老公发现的羞耻感 他陪朋友来的 一个男人没碰 江北川忽略掉他 走近我 躬身 像是照顾女儿一样 本想要帮我紧紧地助听器 看到我空空的耳朵时 视线一致 怎么没带助听器 江北川语气三寒 说话 这两个字 是谎言即将被击穿的前奏 像是死亡的钟 滴答滴答 敲打在我的脑花上 老板缓和气氛 应该是掉在房间里了 急需吗 江北川扫了眼电名 搂着我离开 不用了 手被突然拽住 老板拿过我的手机 输入电话号码 示意我有事找他 我点点头 几乎是被江北川塞进车里的 就连关车门的声音 都像是问斩的大刀 砰猛砸在木头桩上 车内 转向灯的声音滴答作响 骨节分明的手指 单手放在方向盘上 食指有一搭没一搭 轻敲着皮套 空气中 死一样的沉默 江北川很平静问了我一句 微信你说的话 什么意思 我眸子一顺不顺看着他 装作听不见他的话 江北川忽然拿出一盒子助听器 撕掉包装 拿出来 温柔地戴在我的耳朵上 平静的 好像根本就不在意 我和刚才那个男人 是否有发生什么 可我感觉到了 他的手在抖 现在呢 我刚张嘴 他立刻扣住我的手 狂躁地吻了上来 不容抗拒 惩罚一般地挑逗着 教训着 直到我轻推着他结实的胸膛 他才喘着粗气 问我 要吗 那双眸子深不见底 只是看着就让人心头微颤 我没忍住 要 他开车的速度极快 握着我的那只手 温热的指腹 意味深长地在我手心滑动 一下一下 让我心里痒得不行 脑子里竟然冒出大胆的想法 让他把车停在人手的地方 我跟江北川的体型很悬殊 浴室烟雾缭绕 水珠攀爬上梳妆台外侧 我双手撑在冰凉的大理石上 江北川从后面扣住我的下颌 比我只是镜子里发丝凌乱的自己 看着 都这样了 还说不喜欢我 嗯 那个N字 尾音拖得很长 像是在蛊惑我 我已经没有挣扎的力气 哎 江北川的这件事 我藏了十年 做梦都没有想到 有一天 会在这样的情境下 被他逼着说出口 没有得到回应 江北川将我抱上洗手台 冷热交替 我颤着身子抱紧了他 有男朋友 怎么那晚不拒绝我 啊 高中的乖乖女 喜欢脚踏两只船 是我在微信告诉他的 当时觉得自己跟他 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了 不是说 关系到此为止吗 为什么要答应我来这里 我一直不出声 他恼了 猛地掐住我的腰 我浑身一颤 咬着下唇 玩我 夏飞玩 这代价 你付得起吗 我很早之前就知道 自己惹不起他 可我跟所有青春时期 爱慕他的女生一样 普通 但还是动心了 也许是我哭得太惨 将北川停了下来 靠在我的肩膀上 语气柔弱 却又很利 夏飞玩 你不能骗我 不能跟他一样 也骗我 我窝在他的怀里 湿润的眼眸迷离地望向他 那个他是谁 是校花 还是我们都不知道的女孩 快要睡着的时候 将北川吻着我的嘴角 我有一个医生朋友 他也许能治好你 明天 我带你去医院 回家吃完早饭 我问我妈夏念去哪里了 念念终于开窍了 自从那次家长会之后 就拼了命地学 妈妈忽然擦了擦眼泪 这小子 怎么突然就要发愤图强了 我给我妈地址 妈妈握着我的手 嘴角都在笑 其实我们也不求他 能够考上大学 只要他别再像以前那样 无所事事就好 我逗我妈 指不定 这次他就成了逆袭的黑马 考上了呢 即便是玩笑话 我妈还是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电话响起来 江北川的声音 又恢复了往常的冷漠 我来接你 去医院 不去 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你不上课吗 那晚上我让他来 江北川的语气冷硬 说完就挂掉了电话 他想治好我 想让我像平常人一样生活 可他越是在意我耳聋这件事 我越是心虚害怕 思来想去 我还是决定以美人际的方式 让他打消 给我找医生的念头 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 今天星期五 既然能接我去医院 应该就是没课 带着胆子 我发了条骚话 老公 我一点都不喜欢运动 除了在你身上 发完这条信息 我鬼叫一声 把自己塞进了枕头下面 尺度 是不是太大了 平静 坏后 发现江北川还没回复 于是我又发了一句过去 小的时候尿床会被打 现在尿床会被夸 怎么这么厉害 江北川 你会夸我吗 这次 没过几分钟 江北川的电话就打来 我端正做好 想听听金贵的他 害羞尴尬的声音 结果他说 刚才在年纪组开会 投评了 哦 然后你收到 我给你发的消息了吗 晚上能不能 所有老师都看到了 我才反应过来 还有校长和校领导 呼吸一致 我脑袋里 炸开一片空白 忍不住脚趾开始乱爬 扣出一套魔纤宝 原来 射死的 是我 那些老师一定觉得平日冷落冰山的江北川私下跟女人玩的这么话 一定觉得他很装 孤立他 抛弃他 抹黑他 他们没说什么吧 我二拇指搭在大拇指上 听筒里 江北川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严肃 他们让我们响应国家声誉政策 江北川晚上硬要把我带去医院 我脱光了衣服 他也丝毫不为所动 坐在他的大腿上 我亲了他一口做脸颊 不去吗 不去 你不想治好吗 没回答 但我亲了一口他的右脸 明显看见他的手指紧了紧 一口亲在他的鼻子上 他深吸了口气 下飞晚 他只有在生气的时候 才会叫我全名 我试探着 亲了亲他的宝唇 学着他的方式 懵懂索取着 那只大手终于压在我的后脑勺 放肆地加深了这个吻 迷离时 我取下了助听器 他甚至没有看 直接给我放了回去 低哑的嗓音 像是锁住了我的灵魂 带着 听清楚我喜欢你的声音 我心下一横 江北川 我骗你了 他停住了手上的动作 我 其实一直都听得清 说这句话时 我甚至不敢去看他的眼神 江北川安静下来 周身的热情散去 垂眸看我时 眉梢眼角尽是疏冷 我从他身上下来 怅然若失 心口像是被人揪住似的 疼得我喘不过气 我竟然还抱着一丝侥幸 我以为我跟其他人不一样的 我以为江北川会原谅我 他起身 奇长的身形朝门外走去 温热的眼泪已经滑落 我想拽住他的衣角 却是徒劳 那是意外 我不知道会遇见你 江北川 我不想骗你 他忽然停住 知道我为什么讨厌别人骗我吗 江北川自嘲 我小学的时候 我妈骗我他要去整容 回来之后 他果然长得不一样了 还带回来了两个孩子 他忽然转身 眼眶微红 这女人 是我爸在外面的小三 可我 叫了他三年的妈 我想说什么 但却只能眼睁睁看着 江北川颓丧的身躯 在门外消失 他离开了 心中脚痛 我哭得喘不过气 明明就已经无数次 想过坦白的后果 却没想到 自己会这样难受 刚才的江北川 就像是一支 不满裂痕的玻璃杯 只需要再轻轻一处 就可以完全碎掉 或许 我与他确实不逢时 上天要我们以欺骗重聚 也要我们因此分手 操 响当一声 门被人踹开 温暖的怀抱裹挟住我 下飞完 你骗我吧 你他妈多骗骗我 你多骗我 也可以 就是 别像他一样 别丢下我一个 江北川说 他从高一就注意到我了 死学习 死脑筋的女孩子 但却不惧怕任何闲言碎语 朝着自己的目标 勇往直前 坚定地 虔诚地 让他一步开目光 他说 当时我就在想 如果能成为这种女孩的目标 就一定不会被他放弃吧 我说 江北川 永远不会放弃你的 是你自己 你特别好 特别好 特别好 操蛋 我忍不住一句脏话骂出声 被子下 搂着我的江北川 被吓醒 睡眼惺忪的他 习惯性要去帮我拿住听器 那只手却在空中停住 我没太在意 心里鬼火冒 制作的举报班主任的视频 竟然没有被通过 原因是 容易引起社会骚动 大手掐住我的腰 江北川声音音哑 晚晚 早上了 有点想 想什么想 你还能想什么 啊 这个社会怎么了 有没有天理 有没有王法了 一句话 让男人顿时为我清醒 他叹了口气 从倚靠在我身上的姿势 转变为他抱着我 语气恢复了一如既往的高冷 拿过我的手机 我开始劈里拍拉一顿输出 就在这时 微博热搜通知响了起来 某重点中学班主任 被实名举报殴打 性侵学生 我从被窝里跳了起来 是风日下 现在的班主任 都是禽兽投胎吗 江北川把我拉下来 指给我看 这就是你弟的班主任 原来 我的视频在另外几个平台上火了 牵一范儿动全身 这个班主任 曾经叫我去办公室 然后关上门 对我实施了侵害 我是二十级的 他还让我坐在他腿上 我不敢跟我爸妈说 我被他抓到厕所里 打过 现在骨头的形状 都还没有恢复 曾经遭受过 这个班主任迫害的学生 都站出来联名举报 要求还他们一个公道 只是最火的评论 就已经有八 九个学生了 还不敢站出来的 但却遭受侵害暴力的学生 又有多少 原来 看似侵害 只在一个人身上发生 实则 失害者皮囊下的骨头都溃烂了 那片浑浊阴影背后 是千千万万之无声的影子 事情搞得众人皆知 整个市区里 传得沸沸扬扬 夏念说 那个班主任 主动辞掉了工作 据说每天出门 像过街老鼠一样 刚开始出门 被认出来 就会被人讽刺 甚至脱水 后来裹得严实出门 还是被人认出砸石头 被砸进医院后 再也没人白天见到他了 之后 又有早上买菜的大爷大妈认出他 直接把买菜的推车 扛在肩上追着他跑 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 江北川来我家 跟我们一起等着 距离查成绩 还有一分钟的时候 夏念哭着发抖 说让我们先出去 夏念在屋子里 仿佛是在生产 我们在外面急得焦头烂额 终于 他开门 看着我们 哭出声来 我 我 他难过得喘不过气来 妈妈走过去抱住他 只说考不上也没事 夏念红着眼 望着我 姐 我不想读大学 我要做自媒体 我知道 这条路上人很拥挤 但我的目的不在于赚钱 我想告诉大家 真正的成功是什么 这条路 我是跟着心走的 不怕挤 就怕这条路上的人不够多 曾经迷茫不知去路的男孩 忽然也会如此坚定 我点点头 说了个好 是 难走的路 从来不拥挤 夏念的自媒体前三年 无人问津 可他就有骨子韧尽 在里面挣扎着 终于迎来了属于他的一刻 在他千万播放 点赞过百万的视频里 他又回顾了高三的那件事 原来 他高考考了603分 在最后的那段时间里 我感觉大脑忽然就很轻松 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支撑着我 我想 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高考 不能培养出一个成功的人 因为成功不是物质 是我们生来就炽热的内心 提到那年学校班主任 被网报到跳楼的风波 夏念的目光变得坚定 视频切换画面 是个女生哭着拍摄的视频 我觉得说出来很丢人 我怕我男朋友会嫌弃我 说到这 女生看着镜头后 笑了 但是 她鼓励我 现在也在为我设想 我实名举报 很快旁边加入了另一段视频 我因为自卑 自尊心很强 跟她顶撞的那天 被拽着头发 撞到了厕所的墙上 越来越多的视频集合在一起 那些发自内心的声音不吵 像是某种精神混合在一起 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视频里 现在做着各种工作 有着不同生活的孩子们 笑着 哭着 眼神坚定 只是镜头 今日我等若冷眼旁观 她日霍临几身 则无人为我摇旗呐喊 全文完 感谢震临几身